近日一名洛杉磯機員男子遭到兒童式摸索調查後被捕 當局懷疑還有其他更多受害者未被查出 該男子名為Mathiel Mullen,39歲 曾在當地組織擔任志願者 他的社交媒體顯示曾在電子遊戲行業工作 West Gawina警方在對他進行調查時 發現他持有600多張兒童色情圖片 和未成年人色情製品之後將他逮捕 West Gawina警方表示 那天受害者或案件知情者請致電 626-939-8520提供相關訊息